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芽时那一开始长出的是小叶子 这样会消耗井中的营养物质 在转变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不好的物质 但是使用价值会降低很多 口感肯定不如新鲜的大蒜 二 大蒜发芽后只要表面发生变色发霉腐烂的情况 这就说明里面已经腐烂变质了 里面有很多不好的脏东西就不能吃了 这样变质的大蒜一定要挑出来 扔掉 以免影响好的大蒜哦 那大蒜发芽很严重的话也不是没有价值了 我们可以把大蒜塞在土壤里 把发芽的一头朝上跟朝下 种植在土壤里 浇透水放在阳台 过一段时间就会收获很多的新鲜蒜苗 绿色健康可以拿来食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发芽大蒜还能不能吃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大家记得分享和转发出去 爱生活就讲秒招 我们下期再见啦